為了讓民眾可以順利返鄉過節和家人團聚 台東縣政府特別規劃了109年春節返鄉專車 爭取到樹林與台東間往返各三個列次 總共有6列專車為旅外的民眾來服務 合計有2200個座位 希望民眾多加利用 台東縣政府為了要讓在外地工作的民眾 以及讀書的學子們 在新年佳節時可以順利返家 特地與台鐵局協調 開設返鄉專車 並爭取樹林到台東之間晚訪的三個列次 總共有6班的專車為旅外的縣民服務 此外今年的返鄉專車的票價以及退票方式 也與往年有些許的不同 教官處也特別提醒民眾要多加留意 台東縣109年春節返鄉專車 我們大概從1月3號開始晚上7點 晚上7點開始售票 那開始售票之後 我們訂票時間是到1月3號開始 那1月3號到5號是取票時間 如果當天沒有取票的 我們隔天1月6號會把它再上傳到6點 上傳到網路裡面去讓大家來訂票 那在取票的過程當中要跟大家講 我們今年不一樣 過去我們退票不用付費 那我們退票加收50塊的所需費 那我們今年的票過去就統一都是600塊 那我們反映到整個車票的票價有沒有 我們目前全票是812塊 半票406塊 所以希望再透過這個機會讓我們宣明知道 我們這次的票價是不一樣 過去是沒有收費 但是我們比較花臉的一個做法 那過去呢 因為大家退票呢 當天退我們來不及賣票 所以我們希望說 讓我們的民眾要珍惜這個票 我們的台東返鄉專車是補台鐵的不足 那你沒有買到票來賣我們 我們台東的返鄉專車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也可以打到我們處裡面的交通科來詢問 也可以到我們的FB裡面來看我們的訊息 有需要搭乘返鄉專車的民眾 可要注意訂票的時間 以及退票的相關手續費問題 縣府爭取返鄉專車 要讓民眾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返家團圓 也請民眾能夠好好善用這項資源 記者 陳靖林 台東市報導